他具有的功德 他成佛之後 他把怎麼樣累積這種功德說出來 所以他基本上 放如是等不可說 觀明雲矣 在寶吉經裡面 這個語言是顯示 佛陀的大悲心 那麼具足這些大悲要利益眾生 那麼他一定要為眾生說法 真正能夠利益眾生的就是 告訴眾生 怎麼會受苦 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講這個 那怎麼樣 怎麼樣成佛 成佛是怎麼樣 那怎麼樣可以成佛 就是你成了佛是具有什麼功德 那麼你要怎麼樣可以成佛 解脫可以具足什麼功德 那你要怎麼樣得解脫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學習佛法最重要的 那像 有一次 有一個居士去問佛 他說外道 他說這個 只要 那麼 念這個神的名字 或是跟神禮拜 那麼 就可以 禮苦得樂 那 皈依他們的神 念他神的名字 禮拜他的神 供養他的神 比如說師婆神 犯天 那麼你就可以離苦得樂 這個是真的嗎 佛說不可能 那如果 我皈依佛 然後念佛的名字 禮拜佛 供養佛 我就可以離苦得樂嗎 他說也不能 他說那 我 我皈依佛 也不行 那麼我皈依外道也不行 那麼都不行啊 那我為什麼要皈依佛 他說 你念佛的名字 你不能就離苦 你拜佛你不能就離苦 但是 你皈依神也不行 皈依佛也不是就離苦 皈依是你要學習 你要跟佛學習 你 你即使 你即使皈依佛念佛 也不能避免你離苦 但是因為有些苦是你過去造的業 即使是佛自己 業果成熟他也要受苦啊 但是 你學習佛法知道這個道理的時候 第一個 你在受苦的時候 你了解這個道理 你不會在苦上在什麼樣 在造業 你會安心受苦 因為 就是因為你不甘願 所以 你不知道 所以 你會再繼續造業 你不知道你受苦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起煩惱造業 現在你知道了 你不會再起煩惱造業 你了解你為什麼會受苦 你也了解怎麼樣可以不繼續受苦 所以即使一樣在受苦 你歸意外道不曉得這個道理 他沒有跟你講 所以你這個苦受完了後面還接著有苦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又在造業 但是你學習佛法之後你了解這個苦之後 這個苦受完了以後就不會再受苦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再繼續造業 所以還是不一樣 學習佛法 歸意三保 雖然不能讓你就不受苦 但至少可以減少你的痛苦 也可能讓你未來不受苦 他不一定可以讓你現在不受苦 因為你現在的苦 有些是過去已經累積來了 他不一定要受的 如果他還沒成熟 那你當然可以用方法讓他不成熟 那麼如果他已經成熟了 那麼你受這個苦完之後 你不會再 未來再繼續受苦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 信外道 你單單是 這個念外道的這個神 比如說師婆神 犯天 祈禱犯天 禮拜犯天 供養犯天 我們修學也是這樣 那麼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個不是因 你受苦並不是因為 你沒有禮拜犯天你來受苦 如果今天因為你沒有禮拜犯天你受苦 那現在禮拜了就不用受苦 因為你沒有禮拜犯天那個是個因 現在你的因不是因為你有沒有拜犯天 是因為你有沒有造惡業 所以 你 你有沒有拜犯天跟你有沒有造惡業 如果你拜了犯天之後犯天跟你講 你回去不要再造惡業 那當然就有可能 那如果你沒有你單單只是禮拜犯天你就要不受苦 因為苦因不在於犯天 苦因並不是因為你沒有拜犯天 那一樣那這苦因不是因為你沒拜佛 苦因不是因為你沒念佛 是為什麼 是因為你有貪嗔痴 所以他告訴你 為什麼極樂世界的眾生是極樂 因為二六十宗不念佛念法念生 他怎麼不極樂 如果你二六十宗你雖然念佛都念貪念生念吃 你怎麼極樂 那麼你念佛的當下你有沒有習貪稱吃 那麼又怎麼樣習貪稱吃 那麼如果你念佛的時候沒貪稱吃 不念佛的時候就念貪稱吃 那你又怎麼樣可以得極樂 那是不可能的嘛因為陰不對嘛 是不是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沒喝酒 從醫院回來的時候開始喝酒 那看醫生的時候 不會加重你的病情因為你那個時候不喝酒嘛 可是你從醫院看完醫生回來你就開始喝酒 那你的肝就快硬化了你還繼續喝酒 那麼即使你看過醫生 你也不能免除你的肝硬化 為什麼 你回來就喝酒啊 好那你念佛的時候沒有貪稱吃 念完佛之後因為你覺得醫生就會加持你佛就會加持你嘛 你念完佛的時候開始 沒有念佛的時候 你就開始念貪稱吃 那麼你又怎麼可能避免你不受苦呢 因為貪稱吃讓你受苦的嘛 如果你二六十宗一個人一天二十四小時就二六十宗嘛 如果你的二十四小時都念佛念法念生 那肯定肯定不會念貪稱吃啊 可是你有啊 沒有啊 那你又怎麼因為 重點是沒有貪 你因為念佛沒有 念佛念法念生而沒有念貪稱吃 那並不是因為你念佛的 原因讓你滅苦 而是因為 你在念佛的時候沒有念貪稱吃 沒有念貪稱吃讓你不受苦 因為貪稱吃是造業造業才受苦嘛 那你誤會的以為念佛 佛就可以不受苦 不是的 是因為沒有念貪稱吃 那你沒有念貪稱吃是因為你二六十宗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你要了解這個道理 那你誤會了以為我念佛佛就可以免棄我的苦 我念佛佛就可以把功德給我 不是這樣子的 念觀音菩薩也一樣 念地藏菩薩也一樣 念普門品也一樣 念地藏經也一樣 那麼重點是 你沒有煩惱 不依煩惱去造惡業 那麼業 雖然有造業但是現在沒有相續 沒有相續他不容易成熟 不成熟就不受報 不成熟就不受報 我們的修行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的過去的惡業 有的惡業不成熟 已經成熟的我們倡偽 重罪輕受 不再繼續做 那麼他受完就沒有了 那麼 已經有的善業我們相續做 善業也一樣 惡業也一樣 不成熟就不受報 不成熟就不受報 我們也造過天人的業 我們造過天人的業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做天人 天人的業沒成熟嗎 人的業成熟了嗎 那一隻狗那一隻貓也有可能有人的業 他為什麼不做人 他人的業不成熟嗎 他自身的業成熟了嗎 那一樣啊 那我們現在如果受苦 是我們過去的惡業成熟的嗎 那我們的善業還沒成熟嗎 所以我們現在學習魔法之後 諸惡莫作 重上奉勤 讓 讓過去造過的惡業 還沒成熟的不會再成熟 那已經成熟的不會加重 那已經造作的善業還沒成熟的 因為現在繼續做他容易成熟 那麼已經成熟他會增上更殊勝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過去可能也修過無落業 但不成熟 所以現在繼續 讓他修學 那麼可以成熟 其實這個就是佛法講的道理 那你不懂這個道理 你天天都虔誠的祈禱 那麼專注的 專注的念誦佛菩薩的名號經典咒語 那麼希望佛菩薩加持你 佛法沒有這種道理 所以你看他接下來講什麼呢 你看他雖然是什麼時候 他就有講的 他這個 有這些光明雲 就是佛菩薩大慈悲具足這樣的大功德 其實這個就是講佛菩薩所具具的功德 那麼這些功德怎麼樣利益眾生呢 因為 有這些功德 大慎跟小慎最大的差別就是 那麼解脫道是利用這些功德讓自己離苦 菩薩道是利用這些功德讓 眾生跟自己都能離苦 那麼你可以讓自己離苦你還是這樣修來的 那你要怎麼讓眾生離苦呢 你要告訴眾生 你要怎麼修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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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說法 佛陀沒有經過說法 那麼沒有辦法利益眾生 尤其在這個娑婆世界 他是以耳根 耳根 就是聽聲音來的 所以 菩薩道 佛法基本上就三種道 一個是仁天道 一個是解脫道 一個是菩薩道 這三道 合起來就叫做五秤共法 仁秤 天秤 僧文 圓絕跟菩薩 就五秤共法 那基本上就是 仁天道 解脫道跟菩薩道 仁天道 發真上身心 仁天道發真上身心 然後這裡講到這些 佛法基本上 佛為眾生說法 佛為眾生說法基本上不離開這五個範圍 那合起來基本上就是三個 就是仁天道 解脫道 菩薩道 菩薩道 因上是菩薩道 果上是佛道 那麼仁天道 基本上是發真上身心 發真上身心 真上身 身心 那麼 發心之後 第一個就是發心 你要先定一個目標 你想得到什麼 那麼 你就開始要怎麼樣 醫院修行 那麼發心之後要怎麼樣 一定要修行 要修什麼 就是你要怎麼做 你要得到什麼 那麼你就要怎麼做 你要蓋一樓 你就要準備一樓的錢 一樓的 一樓的鋼材 一樓的材料 你要蓋十樓 你就要準備十樓的材料 那個結構是不一樣的 那麼發真上身心要修什麼 修五戒十善 如果人就是五戒 如果天就是十善 那麼得什麼 得 得人天果報 得人天的善果 你就可以不剁三二道 做人或升天 那麼這個又稱為 這個修行裡面又有分圓滿不圓滿 比如說你五戒 你不殺身持得很好 那麼你再來做人的時候 你就長壽健康 你不拖到持得很好 那麼你再來的時候 你就富貴 那麼你不血癮持得很好 那麼你再來的時候 就眷屬圓滿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如果你在家十善 五戒是不傷害人 十善是不但不傷害人 還去幫助人 你不但不殺身 你還護身 你不但不偷到 你還布施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那麼依你修的 五戒十善圓滿不圓滿 那麼看你升天的時候 那麼看你要升人或是天 升人是做什麼樣的人 升天是到哪一天 升天做天王 做天子 做天人 做人做人王 女的做皇后 男的做皇帝 做國王 或是做 大副長者 或是做一般人 或是做乞丐 就不一樣 這跟你修的五戒十善 圓滿不圓滿 如果是解脫到 那麼你必須發 出離心 出離三戒的心 增上身就是 我下輩子要比這輩子好 更好 其實是這樣 我這輩子身體不好 我努力 我努力 不殺身 而且我努力 救護眾生 眾生有病我就幫忙他 我希望我下一輩子更好 那麼很多女眾都喜歡去 大店買花共火 她希望未來更莊嚴一點 所以每次都喜歡買花共火 你應該要更增上 那麼 就是說不只是 要做女眾 有人要轉女成長 做女眾要莊嚴一點 大家看了人見人愛 像那個大家社的太太 那麼又叫做金色比丘女 也叫做妙賢 遇見六尊佛 都發願要做天下第一美女 也如她的願 她在人間天上做第一美女 但是還是輪迴 後來遇見釋迦佛發出離心 開始發出離心 出離三戒離心要解脫 因為 你不管幾生幾世 幸福 也有個頭 就有個盡頭了 那麼 發出離心要修什麼 修 三無肉血 就是三學八正道 簡單講叫三學 完整講叫八正道 三學就是界定位 八 完整講叫八正道 政見政思維 正義正義正命命正經 正念正定 那麼 要修三學八正道 就是 就是勤修界定位 洗面貪稱痴 就是要斷煩惱 你就是因為有煩惱 你才有輪迴 你要解脫 就是要斷進煩惱 沒有其他的方法 你說 你說我是恆粗的 人家是要 修界定位 我不用我念佛就好恆粗 沒有這種事 那麼 你一樣 即使是阿彌陀佛 法葬比丘 他一樣是這樣修上來的 他修無量解 他修無量解 那麼 修什麼 修一切諸佛所修的 四次在玩火給他看210億佛國土 他要了解每一尊佛都怎麼修 每一尊佛所修的我都要修 所以才修那麼久 所以才修那麼久 你看 阿彌陀佛都要這樣修 那麼才能夠具足那樣的福報 你不用 你就是親近阿彌陀佛 然後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把所有的功德都給你 你厲害 你厲害 以後念你的名字就好 也不用念阿彌陀佛的名字 念你的名字就好 哪有這種可能 不可能 這個是三血八正道 發出離心修三血八正道 然後怎麼樣 然後正四雙八倍 就正阿羅漢 四雙八倍 最主要的是正阿羅漢 就解脫出三界 菩薩道現在講到菩薩道你看他底下是什麼 六度波羅蜜 通常是六度四射 但是他底下是六度 四五亮星 那麼四五亮星是重在慈悲的 那麼菩薩道是發什麼信 發什麼信 菩提心 發菩提心 修什麼 修六度四射 你要修啊 你要修啊 六度四射 四射 四射 六度這裡有講 四射他沒有講 四射是 布施愛與力行同事 那麼 就是成 成就什麼佛道 成佛 這個是正阿羅漢 這個是成佛 那麼發菩提心的意思 基本上大聖有三心 這個菩薩道大聖有三心 就是我們的學佛三要 大聖三心 三心就是 菩提心 大悲心 還有呢 對 五心大悲心 無所得心 他基本上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成佛必須具足什麼 大悲跟大志 這個是智慧這個是般若 無所得 就是對一切境界不直取的 無我的心 那麼你必須要有大悲心 大悲心 無所得心 這個叫做信空會 般若會 這個是般若信空會 無若會 那麼基本上 就是你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菩提心以大 菩薩 菩薩道以 以菩提心為根本 如果你不發菩提心你就不是菩薩 發了菩提心你就是菩薩 雖然你還是凡夫你就叫菩薩 只是你是凡夫菩薩叫做初發心菩薩 你沒有發心 就算你斷經一切煩惱你也不能叫菩薩 你只能叫阿羅漢 你叫出國 虛頭喊 絲頭喊 阿那喊 所以 菩薩道的根本 菩薩 之所以菩薩是因為有菩提心 菩薩叫做菩提撒舟 菩提撒舟 求菩提的友情 就絕友情就求菩提的友情 那麼 菩提心發菩提心 菩提心是無上菩提心 阿羅漢的菩提也叫菩提 但是他不是無上菩提 所以他就阿妙多羅三秒三菩提 無上正等級 無上菩提 他是發無上菩提心 他基本上 簡單講就是要發成佛的心 那為什麼要成佛 如果一樣解脫 阿羅漢就解脫了 我幹嘛 如果 我三天可以蓋一棟房子 我自己遮風避雨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蓋100間房子 用一年的時間來蓋100間房子 我要讓其他的人也能遮風避雨 其實是這樣 就是要利益眾生的心 所以菩提心的根本是大背心 你沒有大背心 你不用成佛 你只要正阿羅漢就好 你就可以離苦啦 但是 你不是自己要離苦 你還要讓眾生離苦 所以要成佛 你必須要成佛 才具有 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智慧 然後能夠利益 一切的眾生 如果你沒有像佛那樣的大智慧 大慈悲你利益不了一切眾生 蛇利佛很厲害 智慧第一 木建炎很厲害神通第一 家瞻炎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 論意第一 那麼 婦羅娜說法第一 但是利益的眾生都有限有量 佛 佛除了無緣的眾生 不能得度 其他 即使是無緣的眾生 佛 也讓他種善根 種得度因緣 所以佛 從這個講 沒有緣的眾生 讓他種得度因緣 未來可以得度 有緣的眾生 讓他善根成熟 未來可以得度 那麼善根已經成熟的 這一生就可以得度 那麼這個 廣義的來講就是度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就分成三種 有緣跟綿緣 綿緣的 種下未來得度的因緣 有緣的又分兩種 善根成熟跟善根不成熟 善根成熟的當下這一生就可以得度 善根不成熟的 不久就可以得度 告訴他怎麼成熟他的善根 所以菩薩就是做這種事 莊嚴國土 成熟眾生 成熟眾生的善根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 所以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 你如果不用大悲心 那麼 就是要利益一切眾生的心 你不用那麼辛苦成佛 正阿羅漢就好 種阿羅漢 最快三生 三輩子 最快這個是最快的啦 成佛最快要三大阿珍其解 差多遠呢 所以你一定要有大悲心 菩提心是建立在 就是你之所以要成佛 是因為你要利益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喔 所以這個叫大悲心 那麼你之所以有大悲心 你的大悲心 是因為 大悲心就是要利益一切眾生 無有檢擇的 沒有檢擇 你說 你說這個信國民黨我不要 這個是共產黨的我不要 沒有 沒有 是一切眾生喔 他曾經罵過我 他傷害過我 我不要 沒有 一切的眾生 你利益一切的眾生 那麼你的心之所以有那麼廣立的眾生 你要無私必然要什麼 無我 你沒有無我心就是信空慧的心 你是沒有辦法有無所得的心的 就是你必須要有真正的 信空慧 你知道無我那麼你才有辦法 能夠利益一切眾生 所以 菩提心 菩薩道是建立在菩提心的根本上 菩提心是建立在大悲心的根本上 大悲心必須要建立在無所得心 就是信空慧的根本上 所以 金剛經講二 波羅經講二道無菩提 一開始是波羅道 波羅道 就是 要以正無聲法忍為目標 那麼你正的無聲法忍 你那個時候的發心叫做什麼 聖意菩提心 才是真實的 聖意菩提心 如果你沒有信空慧 你的發心就是什麼 世俗菩提心 差在哪裡 聖意是不會退的 必盡成佛 世俗菩提心遇到障礙就退了 會退死的那個不是真實的 暫時有的 還不是真實有的 所以重點你要看喔 菩薩道的根本在 菩提心 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心 大悲心的根本在什麼 無所得心 那麼這個就是大聖 的三星 那麼大波羅經裡面就講 一切自治相應做意 大悲為根本 無所一切自治就是 一切自者是佛 一切自治就是佛的智慧就是成佛 一切自治相應做意就是發這個心 做意 那麼大悲為根本 無所得為方便 那麼在大聖裡面的 在大聖裡面就是 念佛 吃素 送經 以念佛掌養你的菩提心 你為什麼不念舌利佛目見你又念佛 念佛學習佛 向佛學習 知道佛的偉大在哪裡功德那來 以念佛來掌養你的菩提心 以吃素來掌養你的大悲心 以送經 來讓你得到無所得心 從經典的意義裡面去了解 無我 了解空性 因為 所有的經我們說過 那麼如果 大聖經典裡面 那麼他一定是以波爾為檔 以無所得為少 那麼大聖的方便 讓你念佛 掌養菩提心 撤發信願 向佛學習 跟佛一樣發願 為什麼要告訴你哪些佛發什麼願 要讓你學習 那麼 撤發菩提心 就是撤發信願 學佛 念佛是要學佛 所以以念佛為萬變 掌養你的菩提心 以吃素為萬變 掌養你的大悲心 不傷害一切眾生 以送經為萬變 增長文字修 讓你有無所得心 得信空位 得佛法的智慧 那後來我們不是 就把念佛 就念佛名 吃素 就看似那個 那個菩薩看不乾淨 是不是 是不是有夾雜這個東西 不是 你要以掌養慈悲心為主 聖經 就把經送完就有功德 也不了解這個文章在講些什麼 裡面有什麼道理 因為本經一定會講 每一本經尤其是大聖的經典 他一定會講 修行的宗旨 跟理論 修行的赤地跟方法 還有你這麼修的宗旨跟功德 就講這三部分 那麼他一定告訴你 比如說大聖佛法一定以成佛為宗旨 如果是阿含經以解脫為宗旨 如果是對在家居士講的可能就是讓你不割三二道 那大聖經典一定是以成佛為宗旨 所以大聖經典他告訴你的一定是成佛的宗旨跟理論 那麼你要成佛的次第跟方法 每一本經我們說每一本經他都分三部分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宗旨 跟理論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次第跟方法 修行的宗旨跟功德 修行的宗旨 就是你這樣修得什麼好處那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作用功德就是作用 那麼 大聖佛法一定 修行的宗旨因為他是大聖 大聖的宗旨就一定是什麼成佛為宗旨 以成佛為目標這三個裡面 他一定是以成佛為目標 以成佛為目標 他告訴你成佛是什麼 然後告訴你怎麼成佛 他一定不離開什麼 四攝六度 六度四攝 你不離開這個 六度四攝 不離開這個 那麼他告訴你成佛之後有什麼宗旨 你行菩薩道有什麼宗旨 法普遞心有什麼宗旨就告訴你這些 你還好去讀大聖 他都是這樣 那你不知道 你也不去了解 你沒有智慧 你送完經之後 波羅經送完你也沒有無所得心 你也不知道色不義空 空不義色 也不知道五運無我 也不知道怎麼觀自在 因為你不會觀 所以你就不自在 因為你沒有 所以你一直念觀自在 你也沒辦法自在 所以一般的人把送經完就覺得有功德 沒有 送經完之後要如實修行 依修行的次第 你要這樣修 修完了之後才有這樣的蘇勝跟功德 那你沒有這樣修 你也不管他的宗旨 也不管他的理論 也沒有照他的次第 也不應他的方法 你就只是把經念完 那你就要得到蘇勝跟功德 沒有 沒有這種事 那一樣啊 所以 你了解這些道理之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 地藏天也是這樣啊 你看喔 所以他告訴你 前面不是講嗎 這些就是佛的功德 前面是佛的功德嘛 那麼 佛的功德他告訴你什麼 他開始跟你說 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成佛必須要 怎麼樣修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次第是什麼 六度四色 大聖一定是六度四色 他這裡不講六度四色 他這裡講六度四五亮星 那你看 那後面就講這個 這個有肉無肉的 就是分小聖跟大聖 大聖的修行不離開六度四色 六度就是什麼 布施 慈見 痰就是布施 斯羅波羅蜜 一般叫做斯羅波羅蜜 那麼這裡只寫詩 具體要翻斯羅了 斯羅波羅蜜 那麼 這個是慈見 燦提波羅蜜是冷露 燦提是冷露 那麼 娑婆世界跟其他的世界有一點不一樣 娑婆世界要具足兩個特點 才好修行 釋迦摩尼佛跟其他的佛不一樣 其他的佛 都是在兩萬歲以下 最少最少的是架瑟佛 然後最多的是像彌勒佛這種 是八萬四千歲 那些眾生都是五戒十善來的 十善俱足來的沒有那麼剛強難調難辅 那 釋迦佛所來的 所謂釋迦佛特別慈悲 這一開始就跟你講 釋迦佛能在五卓二次 來度眾生 這個是具足大慈悲 所有的佛裡面 最少的最少的兩萬歲 人壽兩萬歲 人壽兩萬歲 那個都是那種人的品性都很好 就好像你去大學教這些學生 他的資質 他的品質有一定的程度 跟你跟那一些去監獄裡面教那些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那麼所以 釋迦摩尼佛有一點像 到監獄裡面要去教化這一些 就是 比較剛強難調難辅的啦 那 所以他告訴你 那麼 說佛事件 釋迦佛跟其他佛兩個特點 像彌勒佛主要是慈悲 所以他也因為他 一開始發心就不食眾生肉 所以他跟很多眾生結言 那麼他的壽命就比較長 因為慈悲就是什麼 壽命長嘛 不殺生就壽命長嘛 最長就是84000歲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那釋迦佛並不是因為他不慈悲 所以他壽命短 不是 他是更慈悲要到壽命短的地方 幫助這些壽命短的人 其實是這樣 所以釋迦佛 考量到我們這些人 也是雜欄越來的嘛 所以 你要在這個世界修行 要具足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忍露 第二個就是經濟 這兩個特點是娑婆世界特有的 那麼 菩薩道 菩薩道跟解脫道最大的差別 在哪裡 在忍露 跟布施 如果我是解脫道你看六度裡面 六度裡面 布施 持戒 忍露 經濟 禪定 智慧 那麼 戒定位 正經濟 八正道 八正道裡面 政見正思維 正與正月正命 正念正定 正經濟 其他的四度 經濟 一定是要具足的 那麼 持戒 斯羅波羅蜜 也一定要具足 禪定 這個 屁股 禪波羅蜜 也是要 一定要有禪電 一定要有智慧 波羅波羅蜜 那 布施跟忍露 差在哪裡 他是對眾生的 布施 是要把好的 把好的 給予眾生 就是說 你自己得到好 你希望眾生也能夠這樣好 那麼 忍露 是眾生給我們不好 我們 不跟他計較 那我們有好 希望 能夠讓眾生跟我們一樣好 我們 我們的好 希望眾生也能夠得到 眾生施加給我們的不好 我們 我們知道 眾生給我們這樣 我們痛苦 我們不把這樣的痛苦 以牙還牙 以眼完眼 也讓他受同樣的痛苦 那麼凡夫是這樣 別人的好 我希望把他搶過來 那麼你給我多少痛苦 我加倍還給你 是不是這樣 但是 菩薩大不是這樣 你沒有對我好沒關係 我對你好就好 我有多好 我希望你比我更好 那麼你對我多不好 我不會用同樣的方式 讓你跟我受同樣的苦 因為我了解你帶給我的痛苦 所以 我不希望 你給我的痛苦 我就讓你受 這個就是忍辱 那麼這個是不容易的 所以菩薩道種在這兩個 為什麼他要度眾生 他要度眾生 有兩個的眾生帶給他影響最大 就是他想度的或是 他利益他的或是他傷害他的 他利益他或他傷害他的 那我們要利益一切的人 不管你對我有恩有仇 你傷害我你幫助我 我都希望你 因為我 而更好 雖然你讓我痛苦 你讓我更好 你讓我不好 但是 不管你讓我好不好 我都希望 你因為我而更好 那麼這個是菩薩道的一個宗旨 那麼所以他 菩薩道跟解脫道最大的差別就是 布施跟忍辱 那麼跟眾生有關係 因為布施是對他的 忍辱也是因他 那麼持戒 禪定 自慰 精進 都是自己就好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六度裡面 布施忍辱 由布施開始 先跟眾生結善緣 未成佛道 先結善緣 那不傷害眾生 持戒 布施持戒 那麼眾生傷害我們呢 我們也不傷害他 眾生不傷害我們 我們也不會傷害他 這個是持戒 不傷害眾生 但是如果眾生傷害我們呢 我們仍然不傷害他 所以要忍辱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 不跟眾生結惡緣 而且要跟 眾生結善緣 跟眾生結善緣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斷的利益他 不跟眾生結善緣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傷害他 而且 就算他傷害你 你也不傷害他 其實就是這樣 未成佛道 要先結什麼 善緣 先結人緣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這裡就是講六度 那六度裡面 其實就是行菩薩道 所以你看 他講 說法你要怎麼成果 要怎麼拒絕這些功德緣 還是要行六度 那麼 這些慈悲許捨 這個叫勢無量心 他也是禪定的一種方法 也是增長慈悲的一種方法 那麼這個在生活裡面也有 也有 也有修慈悲許捨的 這個叫勢無量心 那通常我們說後面會加勢色 那勢色 不施愛與力行同事 就是色受眾生的方便 那後來這後面加上的就是 就是有所謂的 你說解脫無肉 解脫就是無肉 生死就是有肉 佛法大概分兩種 一種叫做有為法無為法 一種叫做有肉法無肉法 主要就分兩種 一切法主要分這兩種 那麼有為法無為法 有為法是生死 無為法是涅槃 有肉法是煩惱 無肉法是清淨 那麼你必須 正無肉才能夠得無為 就是說你必須 什麼叫做清淨 把煩惱斷進就是清淨 你必須斷進一切煩惱 攀稱之 你才能夠得解脫 所以它這裡叫做解脫因 無肉因 那麼其實就是 一切滅苦之因 苦滅之因 為什麼 因為 你有肉就是有煩惱 有煩惱就會造業 有造業就會受苦 有造業就會受苦 所以你要離苦 你必須什麼 沒有業 沒有惡業 散熱業都是雜欄 都是有肉業 散熱業都是有肉業 那你必須要修無肉業 就是清淨業 什麼是無肉業 無我的業 就是你要 你要依 就是信空慧 你要這樣修 所以他說告訴你 怎麼得解脫 怎麼證無肉 那麼 有智慧有大智慧 智慧就是解脫的智慧 大智慧就是成佛的智慧 其實是這樣 你 如果從 解脫無肉來講 你知道怎麼解脫 這個叫智慧 你不但知道自己怎麼得解脫 還知道怎麼讓別人得解脫 這個就叫大智慧 其實是這樣 那佛法就不離開這個而已嘛 告訴你怎麼解脫 這個叫做一切智 然後再告訴你 怎麼幫助別人得解脫 這個叫做道種智 那麼你 你這個一切智道種智都圓滿 叫做 一切種智 佛的智慧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裡有所謂的智慧音大智慧 就是佛的佛法裡面不外務就這個啦 他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怎麼得智慧啊 那麼 基本上 如果你世間正見 那麼你不斷三二道 像地藏七 第一個重點讓你不斷三二道 那不斷三二道他必須要告訴你什麼 因果 殺生是怎麼來 你會受什麼果報 偷盜 偷盜你會受什麼果報 你看後面的地藏就講這個啊 所以他告訴你 遇見殺生者你要跟他說什麼 短命多病報 你不要殺生啊 你殺生以後會怎麼樣啊 就好像醫生跟你講 你這個不要吃太多啊 吃太多會有什麼病啊 你不要常常熬夜啊 熬夜傷肝啊 不要常常喝酒啊 不要常常抽菸啊 不要常常吃檳榔啊 會得口腔癌啊 一樣會試一試啊 那告訴你你造什麼業你未來 你會累積什麼報 你現在就要停止 你不停止你可能會這樣 那現在已經在受苦了告訴你這怎麼了 你必須怎麼改善 一樣的這個道理嘛 地藏經很多都是在講這個道理 那你不看 你整部地藏經受完你只記得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小心度惡道 念地藏菩薩就可以救我們 沒有這種事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那我們大部分的人學佛 學佛都非常明信 我現在的人 過去的沒有這樣 他都是要如實 如實知 如實見 我們都不知不見 就只知道 這個佛的威德力大 這個佛的功德力大 你跟拜犯天一樣啊 跟拜媽祖一樣啊 跟拜祭公一樣啊 跟拜三太子一樣啊 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那一尊神比這一尊神威力更大而已 那這個不是佛法 念了這個奏 念了這個佛 念了這個經 那麼你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念了這個佛 你要知道 他具有什麼功德 念了這個經你要知道 他告訴你怎麼修行 諸是種詞 就是你把這一些 宗旨理論 修行方法 都了然於心 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受詞而行 那麼你才能夠有我這樣的功德 就是 宗是收受種詞嘛 種一切法 詞一切意 把這一部經所有的道理 你 提綱器要 那麼能夠了解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的修行方法是什麼 他修行後的成就是什麼 你非常的清楚 就好像這條 這個 這個城市的街道 大條小道 通哪裡通哪裡你都知道 你用幾條主要的幹道 搜射這整個 整個城市 一樣的道理 這個叫做做 那你不是 你發那個音 發的準確 你就有什麼功德 佛法沒有這種事 佛法所有的功德都在哪裡 都在心 你怎麼修 你怎麼知道怎麼修 修到什麼程度 不是 你唸哪一個菩薩的名字 唸的聲音準不準確 犯音 談音 古犯音 追究到最準確的音 功德不在聲音上 也不是你把這本經從頭到尾唸完 不在文字上 不在手印上 不在圖騰上 在你的心有沒有如實之 如實行 如實修 主要是在這裡 所以你看 他後面就是智慧大智慧音 你自己怎麼得解脫 怎麼讓別人得解脫 獅子吼音就是 一般人的說法 就是 聲聞的說法是獅子吼 那麼佛的說法就是大獅子吼 就是他影響的人更多 能夠吹拂外道更震撼 那麼雲雷雲大雲雷雲也是這樣 那麼就好像這個雲很大 那個雷電很大 那麼就是影響比較大 陣容發揮 那麼趨如是等 不可說不可說雲雲 我們說不可說不可說是十大樹裡面的 最大的一個他是形容詞 形容到頂點 就是 非常大大到頂點 那麼說法事件 因為他這個聲音非常的大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 十方的佛國土 那麼都 聽到了 那麼聽到了他才能夠提到 這個道立天空來 所以 他其實是在說明 佛 佛具有這樣 具有這樣的殊勝 就是佛法 所以 如果依阿彌陀經講就叫做出廣長蛇 廣長蛇遍布三千大千世界 你說佛的手頭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包起來嗎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佛 廣長蛇是那個音 既廣又長 那麼 他那個講說法能夠影響到 影響到 無量無邊 無遠佛界 其實是這樣 一直傳一直傳一直傳 那麼傳到哪裡就影響到哪裡 你看 2500年前 台灣跟哪裡有佛法 佛陀時代不要說台灣沒有 出了印度都沒有 也不是全印度都有 沒有佛陀時代只有在恨合兩萬大一代有而已 那個地方叫中國 出了印度都還沒有 佛滅後開始阿彌王 那麼 這個往外傳 然後慢慢慢慢 那麼傳到 500年後大概傳到中國來 就東漢西漢的時代 這是佛滅後500年 傳到中國來 然後慢慢 那麼又傳到台灣啦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這樣傳到哪裡 就是佛的舌頭 騙復到哪裡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出如是等不可不可說陰 說婆世界其他方國土 有無量欲 天榮鬼神 那麼 照理講 照理講 鬼神 是沒有辦法上道立天的 那有一種就是 四王天 四王天的底下 都是夜叉將 那些天兵天將 其實是鬼神的一種 他雖然是天人但是接近於 鬼神的一種 就是天龍發布的一種 那基本上如果是鬼神他是 神有分天神跟鬼神 像城王爺 土地公 這個也是神 但是他是不能上道立天的 就是他的業力沒有辦法讓他上道立天的 那如果是四王天底下的夜叉將 那是可以的 因為 四王天就是 四王天就是 道立天的 將軍門將 四大天王 那麼他說也集到道立天宮 所謂 四天王天 所以他這裡講開始講這個 四天王天 這裡就講三界 不過 地藏經裡面講的三界跟其他的經不太一樣 四王天 四大天王 那麼 這個四大天王我們講的四大天王 那麼 刀立天這個是預見的第二天 燕磨天 一般講燕磨天 這裡講虛燕磨天 那麼燕磨天最早就是炎磨王 炎磨天 最早叫做炎磨天就是炎磨王 炎磨王本來叫做炎磨天子 後來變啊變啊就變成 掌廣陰間的 掌廣陰間的 那到了中國 又有十殿燕磨 反正就是 後來就慢慢發展發展到非常複雜 就變成磚管陰間的 他本來是 燕磨天子 是燕磨天 多率天 這個是 佛教徒比較熟 是彌勒菩薩 叫做一身補助菩薩在的地方 多率陀天 化樂天 這個是第五天 他化自在天 到這裡是玉界 玉界有六天 那麼一般講的魔王是在他化自在天 一張短講的魔王是他化自在天 另外 接下來是色界 色界 比較複雜 玉界一般就是六天 各個經論講的都一樣 色界就不一樣 從 15天 16天 17天 18天 到21天 那麼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那《地藏經》講的又跟其他不一樣我們來看 泛仲天 泛輔天 大泛天 這個是出產的三天 色界出產有三天 那麼其實是一天 其實是一天 那麼 就是 他有分上中下平 大泛天是天王 泛輔天是天使 泛仲天是人名 泛仲 就是人名 泛輔 輔佐的這個是大臣 一般叫天使 那大泛天就是天王 國王 大臣 跟人名 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三天 那麼接下來是第二 就是 二禪天 出禪 二禪 二禪天是以光為主的 掃光 無量光 跟光陰天 那光陰天我們比較熟 因為佛教講 人最初的人是 是從光陰天來的 那麼 這個是二禪 掃禁 無量禁 騙禁 這個是三禪 這個是三禪 好 那到這裡 到這裡 其他的經論講的都一樣 那底下就不一樣了 福生 福愛 廣果 那這 就是 福生 福愛 廣果 這三天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沒有福愛天 沒有福愛天 一般來講 是無允 福生 廣果這三天 一般的說法是無允 福生 廣果 那麼有很多種說法 無允 福生 廣果天 那一般是這三天 然後 後面有一個 所謂的無想天 那沒有福愛天 那麼有一些經典也有講福愛天 那麼比如說像仁嚴經 仁嚴經也講福愛天 但是 跟他這裡講的又不太一樣 這樣 那麼 所以 地藏經 可能跟人嚴經 因為 只有地藏 基本上 其他的很少講 那像 像在 《雜阿比壇仙論》裡面也講到 福愛 福生 那這裡是福生福安 就福愛天這一天比較少有人說 除了《雜阿比壇仙論》有講到 但是他是 他是列在最前面的 福愛之後才是福生 福生之後才是廣果 無想 那他這裡是由福生福愛廣果無想 就是他跟《雜阿比壇仙論》講的 就是有一點這四天是一樣 但是 他是福生在前面 福愛在後面 那《雜阿比壇仙論》是福愛在前面 福生在 後面 《雜阿比壇仙論》講的 那麼基本上是福生福愛 那由福愛 再到 有所謂的 再分出兩天叫做廣果跟無想 所以 基本上跟《雜阿比壇仙論》講的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那其他的經都沒有做這麼說 《雜阿比壇仙論》裡面都沒有這麼說 這個是三界裡面 主要是四禪 出禪 二禪 三禪 各三天 這是一般的說法 就是比較亂的 就是 四禪天 那麼四禪天到底有幾天 各個《雜阿比壇仙論》講的不一樣 那麼所以四禪到底有幾天 那麼也講的不一樣 從15天到24天都有人講 從15天到24天都有人講 但一般的說法就是18天 那這裡做19天 那麼我們底下看 那後面 無想天是外道天 無想天是外道天 那後面的 前面的無想天之前 無想天之前就是凡夫的 那麼外道當然也是凡夫啦但是就是 基本上 無想天是外道 外道修外道 外道的很多升到無想天 接下來的 無法無樂 善見 善見 射救見 是 是 升穩的淨土 升穩的淨土 裡面都是三國的聖者 因為他正三國之後 三國斷什麼 斷 御壇跟稱 御界最出眾的 御界最出眾的 煩惱就是 愛煩惱 我們有賤煩惱跟愛煩惱 賤煩惱就是三節 那麼 升賤借盡其疑 愛煩惱 愛煩惱 主要是 御貪跟稱 對無欲的貪汗 跟稱恨心 那麼這兩個斷掉了 你就沒有生御界的因緣 因為你有御界的煩惱你才會生御界 你有色貪你才會生色界 你有無色貪你才會生無色界 那你有御貪你就會生御界 你把御貪斷掉了你就不會生御界 會生到哪裡 會生到色界 色界生到哪裡就生到五部還天 無法 無樂 善見 善見 色舊境 這個叫做五阿那寒天 在佛陀時代正三國的居士都會生到這裡 生到這裡之後因為 他正三國他在那裡 那麼他就 沒有佛那邊沒有佛那邊是生文淨土 那邊是生文淨土 都是聖者所住的 所以 他在那裡 因緣成熟 月報成熟 他就會震阿羅漢 就在那裡入涅槃 就在五部還天入涅槃 五部還天最高的是色舊境天 那麼他後面多一個摩西索羅天 那通常講 通常說 色舊境天又叫做摩西索羅天 那他這裡有一點不知道是 色舊境天 他應該假設 他應該括號摩西索羅天 那如果他是鈍號那就變成 色舊境天之後還有一個摩西索羅天 那一般的說法 色舊境天叫做大自在天 那麼通常是 印度有三神 范天神 絲婆神跟匹斯索 絲婆神就是大自在天 絲婆神就是大自在天 他就是摩西索羅天 就是大自在天王 那麼他跟他畫自在天不一樣 他畫自在天是玉界的 那麼有一種說法是 他畫自在天是 大自在天所變化的 所以 一般來講魔王是在玉界天 但是也有人把摩西索羅天 其實就是色舊境天 那麼 當作是魔王 但是這裡 如果照一般的說法 摩西索羅天就是色舊境天 就是色舊境天然後畫一條槓 摩西索羅天 那麼這個就是一般的說法 好 那麼這個是射箭 那總共有18天 那這裡也是講18天 那麼但是他那個福愛天 福生福愛這個說法 比較少 比較少 一般是無雲天 那麼福生天 好 那這個我們稍微知道 那麼乃至非想非非想天 那個就是無色界 無色界有四天 玉界六天跟無色界四天 這個是所有的經論都一樣 那麼 色界的初產二產三產 大部分也一樣 四產到底有幾天 那這個就是 很多經論講的不一樣 好 那麼無色界有四天 空無邊 室無邊 無所有 非想非非想 這四天 那麼他是扶住玉灘跟色灘 沒有斷喔 沒有斷 他是扶住玉灘跟色灘 那麼升到這四天 像一般的說法 像佛陀早期 還沒成佛前 學的跟踏婆羅摩羅子 跟阿羅羅加蘭 或是玉陀羅摩羅子 那麼學 無所有促天 跟非想非非想促天 那麼 玉陀羅摩羅子跟 跟這個阿羅羅加蘭 就是升到無所有促天跟非想非非想促天 現在呢 現在還在那 因為他壽命很長 無所有促天 無色界 從一萬大節開始算 空無邊促一萬大節 一萬大節 四無邊促兩倍 兩萬大節 無所有促 四萬大節 非想非非想促八萬大節 他是算大節喔 而且算萬的喔 不是算幾千歲幾百歲 不是這樣喔 好 那麼 一切天重 人重 鬼神等重 息來幾位 那麼 這個鬼神等重基本上是 夜叉 夜叉將 就四王天底下有天兵天將 這一些夜叉將 那麼如果是鬼道眾生的這個鬼神 基本上是去不了的 去不了 去不了道立天 那麼富有他方國土 及蘇婆事件 那麼 現在開始講到 他把這一些鬼神都送上 送上道立天了 那麼 為什麼這樣呢 在後期的大聖經典裡面 地藏經算是很後期的 地藏經 曜事經 都是比較後期的 那我們前面有說過 地藏菩薩真正的經典 是 是 這個 叫做什麼 地藏 十輪經 那裡面就完整的講個菩薩道 那麼地藏經算是 本院經算是比較後期的 另外的 瞻查三二月報經算是有參一些外道思想 有瞻查目理的 那真正 真正講地藏菩薩這種精神 基本上主要 主要在 主要在十輪經 地藏十輪經 但是地藏菩薩 本院經裡面有兩個核心思想 基本上是符合地藏菩薩 就是 他跟釋迦摩尼佛學習 所以後來有釋迦摩尼佛 祖父地藏菩薩 因為其他的菩薩都在淨土 只有地藏菩薩在這個會土 利益眾生 你看就不一樣 跟釋迦摩尼佛一樣 我就在這個會土 陳佛 就在會會土陳所眾生 那麼第一點讓眾生不割三二道 那麼就是 調府剛搶 你看釋迦摩尼佛前面 一樣嘛 調府剛搶 南調南府的眾生 與五著二是調府剛搶 眾生 知苦要法 那麼這一段在後面的地藏經都是講這個 這個索伯世界的眾生剛搶 南調南府 那麼他費盡辛苦讓他不割三二道 那他一下子他又割三二道 他不放棄他 然後 再一直怎麼樣 再一直跟他講 一直跟他講 他後面再講這個 那這個是符合地藏的精神 那麼地就是包容一切眾生 那麼這裡講到 開始講到 這個他方國體及索伯世界 那麼這一段文跟華元經 華元經 那麼 再講到 講到這個 這個 譬如知道吧 那麼所有的山神 海神 河神 那麼有一點像 但裡面描述的不太一樣 但是這段文有一點像 那 這裡開始基本上他說海神 江神 河神 那麼華元經是從地水火風開始的 然後河海山林 那麼有祖駕 祖藥 祖樹 祖地 祖城 那麼這裡一樣 海神 江神 河神 那麼 樹神 山神 地神 川澤神 苗架神 咒神 夜神 空神 天神 那麼 這個華元經 也差不多這樣 但是他的名詞有些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麼這一些基本上符合印度的思想 中國也是這樣 萬物有靈 那麼 如果從佛法來看 佛法來看 他也不能說他錯 為什麼 因為鬼神需要依附 鬼神需要依附 鬼神有一個空虛感 無依感 所以他基本上 都要依附 依附在山就變成山神 依附在河就變成河神 依附在樹 就變成樹神 那麼多樹 多樹很多 那麼也有依附在石頭的 所以他佔據這個就是他的勢力範圍 那麼像樹 幾公尺以上的樹基本上就有鬼神依附 越大的樹 就越多鬼神 所以佛陀常常把森林叫做什麼 鬼神村 那麼佛陀自建 有一條還是因為鬼神 就是有一個比丘要砍樹 去做木頭 去蓋房子 但是那個鬼神住在那裡 你把他的房子去了他沒有地方依附 其他的樹有人站去 所以他就去跟佛陀告狀 那麼一樣 那麼不只是樹 那麼其他的地方都會有依附 今天你立一個牌位 今天你立一個牌位 比如說 這個鬧鐘 你今天開始拜鬧鐘 你會有鬧鐘神 真的喔 你拜就有 那你拜這支奇異筆 就有一個筆仙 真的喔 那他會依附 他當然要大但是你就刻一個像 他也是會依附 你哪一朵花天天拜有一個花神 為什麼那個不是花的問題不是筆的問題 是那個鬼神會依附的問題 那麼因為有人拜 有人拜 他開始就會依附 所以 就變成 並不是說萬物都有神 這支筆修煉了五百年變成筆仙 不是 是有一個鬼神看見你在拜這支筆 他過來依附這裡 然後他有的吃有的住 當然這種是 比較屬於有能力的神 如果是惡鬼他是沒辦法做到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就變成 尤其是空曠的地方 那麼如果是人多的地方基本上鬼神會比較少 因為那個人氣他會受不了 除非你裡面 有特別給他準備比如說祠堂 萬印宮 類像這樣有神像 那麼有香菸 或是你特別 幾樓樓佛堂給他拜 你拜福利拜什麼都不管 反正你只要有拜 那麼就會招感他 那麼 一般會依附的只有鬼神會 天人不會 天人不需要 天人不需要 那麼你像 比如說三太子 那麼多的三太子 他可以去到 全台灣單單三太子的像 至少我看 也有幾萬個 那麼你說三太子會分那麼多神嗎 不會 那麼他就是不同的鬼神 不同的鬼神 那麼依附了 那麼一樣 所以這裡開始有所謂的 萬物有神的這些觀念 空神 天神 飲食神 草木神 像印度 印度也是這樣 都是多神的 非常中國也是這樣 很多神 河神 海神 也是有 那麼如此等神 接來集會 那這些神 假設是世間的這些鬼神 依附在世間上的這些鬼神 基本上是上不了道律天 上不了道律天 那為什麼 後期的大聖經典基本上是說 這些鬼神 像後面有什麼鬼王什麼鬼王 基本上都是菩薩視線 才會有這樣 因為後期的大聖經典 基本上講這些鬼神都是菩薩視線 所以 像後面開始有這些鬼王 然後我們把這個鬼王稍微 稍微再講一下就好 所以神跟鬼基本上都是鬼神類 鬼神類基本上 神有分兩種鬼神跟天神 天神就像我們說世王天 那麼世王天底下的月差降基本上也是屬於神類 那麼天 就是鬼神類 但是他是比較 比較 依這個天這一邊的 那麼如果是鬼道眾生 鬼道眾生像城王 城王土地公 這一種的 他是有福報的叫做有才鬼 那麼這一類的 基本上也上不了道立天 因為他的夜報是讓他上不了那個天的 但是後期的大聖經典 這一些通通 都可以 那鬼王也一樣 鬼王基本上就是在鬼道 就是鬼道的眾生 那他也開始講 他方國土及蘇柏世界的諸大鬼王 後面有講這些鬼王都是菩薩視線的 那麼所謂惡目鬼王 那麼華元經沒有惡目鬼王 華元經有善眼鬼王 善眼 善眼鬼王是守護菩薩的誓願的 那這裡是惡目鬼王 這不太一樣 這一段跟華元經有一點像 但是裡面的名詞有一點不一樣 那麼有淡血鬼王 就是吃人家血的啦 那麼淡經氣鬼王 那麼 那麼一般佛法 像正法念族經裡面講到很多鬼 那麼他講到這個淡經氣鬼王 就是 假設 你貪財 那麼害人 那麼你死了之後會變成淡經氣鬼王 你死了就變成淡經氣鬼王 那麼淡胎鬼王 淡胎卵鬼王 就是食人胎的 那麼這就是淡胎卵鬼王 行病鬼王 就是瘟疫神 瘟神 一般我們叫瘟神 讓人家染病的 叫做行病 就是瘟神 涉毒鬼王 基本上是 這個鬼鬼有很多種食物 其中一種鬼 吃毒吸毒 有的吸煙有的吸毒 有的吃痰有的吃大便 有的吃小便 那麼吃跟臉一樣的飲食 那個是比較有福報的 那麼慈心鬼王 福利鬼王 那麼慈心跟福利 在很多經典裡面也有講到這兩個鬼王 那基本上 雖然做鬼 但是他 就是他的行為有一點不好但是他基本上是有慈悲心的 那常常不思的 那智心也會做鬼喔 那麼 但是這種鬼 雖然做鬼 又做鬼王他福報大 那麼他比較不像一般的鬼 常常會受苦 而且 比較不會受傷害 其他的鬼很容易 被傷害被大鬼的傷害 那麼他比較不會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兩個鬼在一般的經典裡面也有劍 還有所謂的愛盡鬼王大愛盡 這裡只有大愛盡 那麼如是等鬼王 接來 即位 好 那麼就講到 神 這個什麼什麼神 什麼什麼鬼王 都 全部到刀立天去 其實講這個 好 那麼因為 時間到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後面 其實整個地藏經 也是有告訴你 修行的方法 那麼告訴你地藏菩薩 是怎麼修行的 那麼你如果要學習地藏菩薩 你必須怎麼修行 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人基本上什麼時候讀地藏經 什麼時候讀地藏經 七月 或是有家屬往生的時候 讀地藏經 為什麼 希望地藏菩薩會救他們 那如果你的父母如果放塔 要放在誰的旁邊 地藏菩薩的旁邊 而且住在地藏菩薩的旁邊 一坪 一坪好幾十萬 那 這樣就可以讓 讓你不剁三二道嗎 沒辦法 這個所以 後來的地藏菩薩變成幽明教主 地藏菩薩不是幽明教主 是娑婆世界的菩薩 那我們現在把地藏菩薩變成幽明教主 這個是錯誤的 這個是 誤會地藏菩薩 我們變成把地藏菩薩都關在什麼 溫在塔裡面 那這個是錯誤的 好 那我們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迴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顧及於一切 顧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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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